最新的消息受到封面的影响 台中以北多个县是一大早下起了大雷雨 那么气象署也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台中后里早上6点到7点 时雨量一度超过了40毫米 那么国道1号后里出口的渣道还出现了严重的积水 水淹半个轮胎高 那么气象署就表示因为封面通过很容易就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台南以北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所以也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